两亿天价买下紫罗兰玻璃种翡翠 也算是十分阔气了 后来 中标者将这两块翡翠带回中国 邀请了知名的设计师 更是花费了数年的时间 才制作出一件绝美的翡翠珠宝 于是 昭仪之星就这样诞生了 它是一个巨型的紫罗兰 弹面挂件 重量可达9499克拉 可以说是 史上最大的玻璃种紫罗兰翡翠珍宝 在珠宝界更是轰动一时 昭仪之星的制作也是十分有意义 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国花牡丹 那大型的紫罗兰蛋面 就象征着花的花蕊 而外层的花瓣就更厉害了 是由非常珍贵的珠宝构成 分别是 十八盖金 红宝石 以及钻石等珍贵材质 这种制作手法可谓是十分疯狂 不计较成本用料 只为体现出一朵胶艳欲滴 又贵气十足的紫罗兰牡丹花 不得不说 这种设计真的是很逆天了 在昭仪之星的周围 还簇拥着戒指 那是九枚同款的紫罗兰的小戒指 这样的设计给人一种 众星捧月的感觉 在展厅的灯光下照射着 昭仪之星发出了绝美的光泽 那种紫色的光芒 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令无数人瞩目 如此奢华美丽的翡翠珠宝 市场价更是飙升到六亿的天价 但是啊 昭仪之星并不出售 目前它只在朝夷脆屋中沾览 人们可以去观赏 但属于非卖品 不得不说呀 这块翡翠原石真是成功逆袭了 原本令人嫌弃的裂纹石头 先是以130万被买走 接着反转开出极品紫罗兰翡翠 又在拍卖会上大显身手 拍出了两亿的高价 后来被制成惊呆世人的珠宝 市场价更是飙升到六亿的天价 而它的主人华侨也是大转特转 这位华侨的成功离不开独特的严厉 和那超乎常人的魄力 同时 这种一夜暴富的传奇 也上众人对赌石疯狂的原因 但是我们要知道 赌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几乎是十赌九输 这样的好运并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 所以对待赌石千万不能盲目豪赌 更不能沉迷于此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落得个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的下场 所以赌石风险大 入行需谨慎